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魂编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蓝天和白云 我们全都是你的蛋糕天性 有一个王国里面充满了开心 有一个公主天真带一点人心 它可爱而且味蕾也非常灵敏 每天都会拼乔许多 让人着迷的甜品 有一个村庄里全是蛋糕精灵 在这里公主找到珍贵的友情 穿过了香草山谷和食材森林 一起寻找一起冒险 是最喜欢的事情 无论下雨和天晴 一起寻找快乐和开心 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缓编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蓝天和白云 我们全都是你的蛋糕天性 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缓编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蓝天和白云 我们全都是你的蛋糕天性 好困啊 原来这么晚了 来到蛋糕村以后我都有写信给莱恩 为什么她一直没有回信呢 要是她知道我的蛋糕技术有这么大的进步 一定会很开心的 等我恢复了味觉 成为一个合格的蛋糕师 一定会回去见你的 晚安 老莱恩 没想到蛋糕村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 穆斯比比公主 这次你可跑不了了 羊中文好 这样 我说是是 什么 莱恩失踪了 莱恩 是那个王国第一蛋糕师吗 你们看 这是今天的早报 让我看一下 上面说 莱恩一个星期前就从皇宫失踪 现在还不见踪影呢 那在这之前 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吗 报上说 不久之前有人向莱恩挑战 原本应该有一场盛大的比赛的 但是莱恩却突然消失了 会不会是他害怕比赛 临阵脱逃了呀 不会的 莱恩的技术王国第一 绝对不会退缩的 不用这么激动啊 莱恩是他的偶像 他当然紧张了 真是令人担心 希望莱恩不要出什么事就好了 莱恩 你到底怎么了 千万不要出事啊 这么说 我毕生的梦想就要破灭了 不能吃出蛋糕的味道 那我尝遍天下蛋糕的梦想怎么办呢 莱恩 你要帮帮我呀 微臣曾经听说有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蛋糕能够医治百病 不过 不过什么 这种蛋糕已经失传两百年了 虽然有传闻说它最后出现的地方是蛋糕村 莱恩 你到底去了哪里呀 是莱恩寄给我的 是莱恩寄给我的 莱恩没有失踪 它就在照片上这个地方 古丽古丽古丽风 这不是后山上的一个山峰吗 难道莱恩就在蛋糕村 那小木屋在哪里呀 怎么这么巧 不就是这个小屋吗 莫斯比比头脑也太简单了 黑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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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aktuell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家吗 莱恩 你在不在 有人在家吗 莱恩 你在不在 莱恩 不在呀 是不是我找错屋子了 莱恩 穆斯比比公主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太好了 你没有失踪 你没事就好了 坐下来再说吧 你应该听说过 我发生的事了吧 外面传闻说你是因为害怕 跟别人比赛才会离开的 不过我没有相信 我知道肯定不是这样的 他们说的没错 如果我接受这次比赛 结果一定会输 为什么呀 难道对手真的那么厉害吗 不关对手的事 而是我现在参加任何比赛 结果都会是一样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这么没有自信 一点也不下来 你可是王国第一蛋糕师啊 我想 我可能没办法继续做蛋糕了 你怎么这样想啊 我得了怪病 跟你一样的怪病 我已经变成一个 没有味觉的蛋糕师了 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只是有一天 一觉睡醒 我就变成这样了 无论我吃什么东西 都没有感觉 这对一个厨师来说 几乎是致命的 所以你就来蛋糕村 找治病的秘方 是啊 你来了一段日子了 找到秘方没有 一直都没有找到 美味奇迹是找到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美味奇迹来治病 美味奇迹 是啊 在特定情况下 就可以引发美味奇迹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很美妙的事情 有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解决 那能让我试一下吗 唉 现在还不确定引发的方法 所以美味奇迹都是在有需要的时候 奇迹才会出现 看来我从今以后不能再做蛋糕了 这对你太残忍了 不可以的 没事 不要为我的事担心了 可是 如果你真想帮我 那就暂时不要把我的行踪告诉别人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莱恩 没事的 有空常来看我 只要公主不嫌弃味道不好 我还可以为你准备甜点 你喜欢松子糖 我下次为你准备一些 乖 先回去 公主路上小心 再见 再见 莱恩真的打算放弃吗 不行不行 不行 他这么想一定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坚强才行 除了美味奇迹到底还有什么方法 有了 木斯比比 村长你早 一大早上山来散步啊 我去送咖喱给朋友 咖喱 好像很香啊 村长要不要试试 可以是 很好啊 想不到效力那么强 莱恩说不定有救 莱恩 我带了好东西来 说不定可以恢复你的味觉 这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秘方 世界上最辣的咖喱 公主 你试过有笑吗 试过 没笑 对啊 不过呢 对我没笑 说不定对你有笑 真的要是 怎么样啊 公主 好像没笑 这是连大象都受不了的咖喱呀 那就要出最终秘方 最终秘方 不用了吧 莱恩 不是白不是 你看 魔鬼辣椒 它的辣味足以让人窒息 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 真的要是啊 不到最后怎么可以放弃呢 来 咬一口吧 公主 没笑过 还真是没有效果 就是啊 公主 你等我一下 空气有点闷 我出去透透气 来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可是 不要愁眉苦脸了 这一点都不像公主 对了 昨天我做了一些松子糖 不知道味道行不行 这是我以前最喜欢的 你病了还这么关心我 这块地板 公主 你还是回去吧 我的病就连医生也没办法 你不用管了 不行 你这样下去就做不了蛋糕师了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一定还会有其他办法医好你的 不用了 我已经决定放弃了 那怎么可以呢 你不是跟我说理想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吗 你还让我来蛋糕村寻找秘方呢 我累了 想休息一下 你走吧 路上小心 莱恩 刚才我故意阻止他查看地板 以穆斯比比的好奇心一定会想办法弄清楚的 到时候他就完完全全走进我的陷阱里了 从我看到地板开始 莱恩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如果他来蛋糕村寻找秘方 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 还故意住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搞不好他根本就不想被我找到 难道他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怎么还不回来 来啦 你怎么回来了 你快告诉我 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其实我这次来蛋糕村是因为已经得到了美味奇迹的线索 真的吗 是什么 我失去味觉以后重新调查了美味奇迹 果然让我从史书里找到了一些东西 美味奇迹的秘密就在我们脚下 哦 这个下面 这里有一条密道通往山的内部 据说美味奇迹的秘密就写在中心的洞壁上 不过要去那里非常危险 这是一座火山 底下是沸腾的熔岩 一不小心就会没命的 哦 这么危险呢 嗯 早知道你会退缩 所以我才花这么多功夫演这场戏 公主殿下 你是王国的继承人 不能轻易涉险 这件事就让我一个人去吧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我也要一起去 我已经决定了 我是公主 你要听我的 我说去就去 你真的不怕危险 放心吧 有什么事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谢谢你 慕斯比比公主 事不宜迟 我们快走吧 嗯 我在蛋糕村那么久 从来就没有听说有一座火山 那是因为火山爆发的时间 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 历史上这里可是地震的多发地区 地震 那不是很危险吗 地震可能引发山体崩塌和火山爆发 将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万一现在发生地震 我们就死定了 啊 现在你后悔了吗 我 我才不相信我们这么倒霉呢 放心 这座火山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说明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如果灾难是人为的 那就很难说了 好像变热了 这是岩浆的温度 说明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嗯 知道了美味琪琪的秘密 我们的味觉就可以恢复了 到时候吃多少蛋糕都行 可惜 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 对了 我现在已经学会做蛋糕了 等我回到皇宫 第一个就做给你吃 你不是不愿意学做蛋糕吗 我改变主意了 蛋糕王国的继承人 不会做蛋糕怎么行呢 凭你的手艺也配做蛋糕王国的主人 王位应该是我的 越来越热了 没错 就在前面了 等等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啊 好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有吗 你听 越来越大声了 怎么晃得这么厉害 是地震 快跑 不是应该往回跑吗 你没看到吗 山洞开始崩塌了 这场地震这么厉害 怪不得我这么晕呢 没错没错 我们快点逃命吧 哇 这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没想到这里比想象中更加可怕 卑微奇迹的秘密住在洞壁上吗 可是我身边看不清楚啊 糟了 地震还没有过去 小心 终于触掉穆斯比比了 不过用小型炸弹炸掉了几块石头 他就相信是地震了 哼 想必他已经在岩浆里洗了一个痛快的热水澡吧 不要啊 救命啊 来 你快回答我 你快回答我 你在不在外面啊 啊 来 你怎么了 星星呀 要不是他推开我 现在被压住的就是我了 他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 要是有美味奇迹就好了 来 来 我们有救了 希望你的松子堂可以救到我们两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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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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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吗 快来人呐 啊 啊 来 有人在吗 快来人呐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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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